郑,知道了李庆锋报科文哲仇恨议会。 优势待战争爆发。 政治中心综合报道。 三例政论节目郑,知道了请来民进党议员李庆锋,他爆料,台北市长科文哲日前竟在台大演讲时公开声称痛恨与议会协商,让主持人郑红一惊呼,这新闻很大耶。 民进党议员李庆锋 李庆锋表示,7月13日科文哲到台大为国际学生演讲,过程中谈及自己对议会的态度,科文哲表示自己不喜欢与议会协商。 说完后又更正,竟用了程度更甚的字眼hate,仇恨,来形容,李庆锋也向科文哲求证他不是在开玩笑。 李庆锋也谈道,贪婪老人事件后,曾亲自问科文哲,到底是谁会说出这些话,获得的回应是年轻族群。 李庆锋也向科文哲发挥影响,对他口中的年轻族群说说话,结果科文哲却一句话也不愿意讲,忧心世代战争将就此爆发。 政治中心综合报道 三立政论节目正,知道了请来民进党议员李庆锋,他爆料,台北市长科文哲日前竟在台大演讲时公开声称痛恨与议会协商,让主持人郑红怡惊呼,这新闻很大耶。 民进党议员李庆锋 李庆锋表示,7月13日科文哲到台大为国际学生演讲,过程中谈及自己对议会的态度,科文哲表示自己不喜欢与议会协商。 说完后又更正,竟用了程度更甚的字眼hit,仇恨,来形容,李庆锋也向科文哲求证他不是在开玩笑。 李庆锋也谈道,贪婉老人事件后,曾亲自问科文哲,到底是谁会说出这些话,获得的回应是年轻族群。 李庆锋也向科文哲发挥影响力,对他口中的年轻族群说说话,结果科文哲却一句话也不愿意讲,忧心世代战争将就此爆发。 李庆锋也向科文哲